那所以我就直接装在我房门外旁边 是不是会比较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九三先生 很高兴你继续收听这个频道 让你朝安全又迈向一步 嗨我是金金 大家晚安 晚安 我们今天要来讲的主题 是跟一氧化碳侦测器 以及瓦斯漏器剪织器有关的主题 开醒之前呢 我们先说一下我们家的情况 我们有装住你机 我们也有装一氧化碳侦测器 但是我们没有装瓦斯漏器剪织器 那这个原因等一下到后面 介绍到瓦斯漏器剪织器的时候 我们会跟大家说明原因 为什么我们没有做这样的安装 首先呢 我们比较常听到的这些 自行安装的这些警报设备啊 有助警器 一氧化碳侦测器 瓦斯漏器剪织器 那在法规上面讲的销行设备 它讲的比较像是公共场所 你这个公共场所如果符合某些条件 你必须要安装哪些系统式的销行设备 那这两个东西 它其实在法规上规定的不太一样 如果你今天去查消防的 关于消防设备的法规 它针对的 它是在要求那些系统式的设备 而不是去要求我们自己家里该怎么做 其实有点不太一样 等一下我们再跟大家介绍的时候呢 住警器 它其实本身有自己住警器的法规 台湾目前有 那一氧化碳侦测器呢 都是查国外的参考资料 瓦斯洛系检织器呢 系统式的消防设备法规有相关规定 所以呢 我们等一下讲到的这个瓦斯洛系检织器的 这个安装的一些建议呢 会是参考系统式消防设备的那个法规 我们就来看看了哈 一氧化碳侦测器 它建议呢 你每个楼层至少都要装一个一氧化碳侦测器 那再来第二个问题呢 很多人就会想到说 那我一氧化碳侦测器 然后装在容易产生一氧化碳的地方 那我就装在热水器的周围 其实他建议说你的一氧化碳侦测器 要装在会产生一氧化碳的这个燃气 以我们居家环境来讲 最常见的就是热水器 他的建议是说要装在距离热水器 4.5公尺以上的地方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生活的范围 大概就是距离热水器就这么远的地方 对不对 其实探测器有两个很重要的功能 第一个事情是要及早侦测到危险 那还有第二个很重要的功能是要能够发出警报 让人听到 那可是我们的热水器 绝大多数可能出现在阳台 那你把它装在阳台那个地方 其实你人的生活空间距离那边是比较远的 在睡觉的时候 他真的在那边发出警报 你也听不到 所以呢 他还有另外一个要点 他说建议要装在距离你的卧室门 三公尺以内的范围 那所以我就直接装在我房门外旁边 是不是会比较好 是的 我其实觉得是这个样子 那有些人可能会想说 装在门口 那等到他这个亚洲都飘到我门口了 我还来得及反应 这个我知道 因为像我们家的一氧化碳侦测器 它会在很微量的时候 它就发出警报了 所以这很微量的时候 其实不会对人体造成什么伤害 所以你在那个时候赶快报警 或者是逃离这个地方 都还有很足够的时间 因为我们几乎所有的气体侦测器 都是有这样子的设计 当他发出警报的时候 其实都还远远低于 让人致死的导度 因为讲真的 你如果都已经到了 我人会致死的状况 才警报 真的有点太慢了 所以大部分啦 可能在那个浓度的下限 搞爆十分之一的地方 他就会发出警报 他发出警报时 你都还有很足够的时间可以抵抗 那其他还有一些要注意的事情是 一氧化碳气体的比重啊 比空气还要轻的 所以呢 侦测器会建议你要装在 靠近天花板的地灶 那另外呢 他也会建议说 你的这个一氧化碳侦测器 不要装在浴室 或者是平常水气潮湿的地方 会有干扰 也容易坏掉 所以呢 这是关于这个一氧化碳侦测器的一些 简单的说明 跟位置选择 那再来呢 我们来谈呢 我们的这个瓦斯漏器 减脂器 首先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那先分别一下 你家里用的这个瓦斯 是天然气 还是钢瓶装的液化石油器 差别在于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是 甲碗 钢瓶瓦斯的主要成分是 丙碗跟丁碗比较多 它们一个会往上飘 一个会往下沉 也因此呢 你的瓦斯漏器 减脂器要安装的位置 就会不一样 那再来第二个事情呢 在法规的规定里面 它说如果你的侦测器 是装在上面的 你的这个侦测器啊 要装在瓦斯炉具 8公尺以内的范围 那如果说呢 今天这个你的厨房呢 这个瓦斯炉具啊 旁边是有这个横凉的 那如果这个横凉高度 超过了60公分 那你必须要把侦测器 跟那个你的瓦斯炉具啊 装在横凉的同侧 那再来 如果今天呢 是装在地面上的 这个侦测器要装在 距离瓦斯炉具 4公尺以内的范围 所以装在上面 是距离瓦斯炉具 8公尺以内 装在地面的话 是距离瓦斯炉具 4公尺以内 呃我们讲完 它这个安装的一些规则 跟要注意的事情之后啊 我们跟大家说明 为什么我们家 没有装瓦斯漏器解析器 因为目前我查到的 瓦斯漏器解析器 它通通是要插电源的 就是它不是装电池的 它的安装位置 会受限于你的插座位置在哪 这个是我目前看到的情况 那我后来的斟酌跟考量是 我也觉得这样子极其麻烦的 那你的电线的管理 跟你安装的位置 都还要另外去做规划 所以呢 我们用其他的方法 用其他的方式 去弥补这层风险 呃我觉得这个只是 我们自己家里的做法 它不是一个标准做法 大家可以自己去斟酌一下 去思考一下 所以呢 我想我们今天呢 这个异氧化碳侦测器 以及瓦斯漏器解析器的分享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那么希望呢 今天的分享内容 对大家的安全有所帮助 如果各位有个追击 或者收获的话呢 请按赞订阅 分享我们的影片 你有装瓦斯漏器 剪置器吗 欢迎分享你的想法 也不要忘记按热推哦 那今天就到这边咯 下次再见 拜拜 我觉得如果我们家储具附近 是有插座的话 装这就肯定不是问题了 当然我觉得解决方法有很多 甚至你就干脆放一个IH录 这也是一个办法 哦 对 但是这个真的就是 没有标准答案 它牵涉到的工程 牵涉到的预算成本 那都是我们必须考量的事情 所以这个一定在现实层面上 会有很多很多的主爱跟考量 那我们只是跟大家分享这些资讯 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你有这些选择 可以尝试看看